想了解2023年儲能的兩大商機嗎? 看節目囉! 哈囉我是妍希 歡迎各位回到這一集的產經吸引力 過去我一直分享碳中和趨勢下各種商機 除了政策會帶來新的能源機會 電網更新還有儲能的應用 其實也不能排除年代需求 尤其是我們在 分別後跟大家分享過 7-11的儲能櫃 還有半導體廠的磷酸鋰鐵的UPS 還有伺服器的不斷電系統 那我認為在明年 儲能期時候會是大家可以持續追蹤的趨勢產業 所以這集我想要跟大家分享這個議題 把重點放在兩大塊 一塊是台電的AFC的標案所受惠到的廠商 那另外一個是可能會顛覆全球能源產業的 輕儲能供應鏈 對應有四間公司 分別是盛達天宇還有高麗 還有過去呢 我在15集跟大家聊過的中興店 因此呢這集的內容可能比較多 好像每一集內容都很多 沒關係大家多看我一點 好我希望大家可以耐心的看到最後 相信之後一定可以幫助大家 當然啦 訂閱按讚跟分享 絕對是對我們吸引力最好的回饋 好啦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主題 說起台電的AFC的標案 我們要先認識一下AFC的這項技術 AFC全名叫做除能自動頻率控制 而前面說到呢 在不同的應用場景 就會有不同規格的UPS 因此AFC白話文來講就是 發電廠的穩壓備源除能系統 是國家級的供電層面的UPS 那我們也知道再生能源 會因為太陽啊 風力啊 這些本來就會不穩定 所以呢 它會連帶影響到 它的發電量的不穩 所以一定要搭配除能系統 它才可以穩定的供電 而台電的AFC的標案 其實就是搭配 台灣再生能源佔比兩成 的配套措施喔 我們台灣也不是全球第一個 推行這項技術的國家 像是呢 英國早在2016年吧 它已經實行這項技術 而且呢 是目前台灣主要借鑑的案例之一啦 那在這個領域上面 台灣主要有兩間的供應商 分別是3027的盛達 還有817的天宇 那我們先看到盛達 全名就叫盛達電業 也是經營超過50年的老牌 電源供應器的廠商 2017年以前呢 它主要是有自由的品牌 來 這個品牌 供應電源供應器 和網通路由器 2017年以後呢 它再跨到了再生能源 陸續呢 成立了三間公司 就是聖陽 聖琦跟聖威 那其中聖陽 就是建置太陽能電廠 那聖琦就是太陽能的發電 還有儲能設備 最後聖威就是專做儲能電廠 三間的子公司其實分工 非常的明確 那從聖達的2022年 第三季的營收佔比來看 儲能大概佔了37% 通訊產品大概有30% 太陽能還有電源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圓柄圖 也就是說 公司目前已經有過半的營收 來自再生能源 就代表 聖達已經正式轉型 這很重要喔 所以呢 截至今年的第三季為止 公司簽約儲能相關訂單 約有7500萬瓦 將會於明年陸續完工任列 那另外還有持續在爭取的訂單 那公司預期呢 整體接單會將近2億瓦 那當然聖達也參加了前面跟大家提到的 台電AFC的專案 是國內第五家 通過台電認證的合格業者 那目前自有暗廠的容量 總共1000萬瓦 暗廠的位置呢 包括像龍德啊 投城啊 兩地總共460萬瓦 那另外還有在建置的 立喆跟嘉義這兩個 就表示他不管是在手 還有在建置都有 那公司呢 認為明年儲能訂單 會陸續的完工任列 所以營收會帶來比較明顯的貢獻 2023年呢 營運最主要的成長動能就在這一塊 那同時他也看好明年的網通啦 預期營收會有年增2成到3成的幅度 所以整體來講公司對明年相當的樂觀 而且會優於今年 那法人這邊呢 也給予不錯的評價 他認為網通部門 除了受惠5G的滲透率持續的提升 而且綠能這塊要進入什麼 高速成長期 我最喜歡這種高速成長期 那有機會是過去的3倍以上 特別是儲能業務的年營收成長 有機會會是過去的3倍以上 所以有機會帶動明年的EPS 超過100個百分點的成長來到每股2.2啦 我說過要看成長股嘛 所以未來呢 全球都是在淨零排放的長期趨勢 相信盛達在綠能這塊領域的施占率 會持續提高 那再來呢 我們看到817的天宇 這間公司跟盛達一樣 都是從電源供應器起家 就是成立時間晚了盛達10年 同樣切入再生能源的領域 也晚了盛達1年 是到2018才切入的 但是有時候落後 不代表從頭到尾都落後喔 這里天宇實實在在讓我們看到 什麼叫後發現制 雖然公司切入的時間很晚 但是卻是台灣廠商中 產能、暗量、雙冠軍 再來呢 公司在2020年 它已經打入全球第四大儲能大廠 也就是美商普威能源 替他們代工儲能的產品 那這個呢 直接刺激它的營收 從2021年開始 營收規模是大舉的噴出 哇 開心 所以呢 受到普威的需求穩定啊 公司除了擁有全台最大的產能 1.5億瓦的儲能的產線 也擁有台灣最大AFC儲能的暗廠 目前的載手暗量 總共1250萬瓦 換句話說 天羽就是這個領域的龍頭場 過去呢 我常跟大家講 情賊先情亡 就是從龍頭開始 所以呢 只要粉絲好朋友 有在關注AFC這個領域的投資機會 記得把天羽放進各位的觀察名單中 那當然 即便身為產業龍頭 今年天羽的營運 其實也不是一帆風順啊 公司出貨一度 因為海運 還有上游電池星的問題 它是出現了地岩 還好這些問題都在第三季以後 獲得舒緩 而且呢 同時也反映了 離電池上漲的成本 產品呢 跟著調漲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第三季 出現量增價漲的營運逆轉 所以法案認為 天羽間接受惠美國8月通過的 IRA法案 這個法案就是降通膨的法案 來 題外話 之前不是有粉絲好朋友在問 這個法案的受惠概念股嗎 尤其在這裡 所以因為這個法案 首次將儲能納進 投資稅收抵免的範圍 所以會很有力大客戶 普衛接下來數年的表現 自然也會帶動天羽這個合作夥伴 台灣的儲能市場的部分 因應台電計畫在2025年以前 要完成15億瓦的儲能電廠 天羽已經計畫 2023年開始 每年最少要取得兩千萬瓦的新暗量 作為獲利成長的重心 所以綜合上面跟大家分享的訊息 就是法人預估 天羽明年的EPS 有3.37的水準 這裡就分享給粉絲朋友們參考囉 我們中廠工商服務一下 還沒訂閱的好朋友 按讚加分享 是一個非常好的美德 動動你的小手好不好 在氫能源的領域裡面 最熱的議題莫過於就是 氫燃料電池 這裡我想問大家一下 氫燃料電池為什麼重要 1 2 3 想得到嗎 好我公佈答案好了 因為它其實是 實現碳中和一個非常重要的手段 在吸引力第二集 跟大家分享過後 只要產品不夠綠以後 它就拿不到一線大廠 像是蘋果這類公司的訂單 而且還會被各國課徵碳關稅 像是美國已經確定2024年開徵 欸不過歐盟已經在今年開徵囉 到時候不只是美國 包括歐洲 中國 韓國 日本 我們台灣 為了避免本土企業 受到一些不公平的競爭 自然會幹嘛 大家一起客 這個就會逼現在所有的廠商 想盡辦法要挖出綠店 最明顯的就是我們近期 ABF的龍頭星星 他們家不是在12月19號 宣布要砍資本支出嗎 但是我想要請問各位 你們有注意到 同廠的星星董事會 決意大花40億 採購氫燃料電池 為的就是新興的產品要夠綠啦 那麼以台灣 輕能電池供應鏈的代表來講 除了有 第15集跟大家分享過的中興電以外 再來呢就是8996的高麗 那中興電呢 在第15集有比較詳細的分享 還沒看過好朋友來 右上角 我幫你準備好了回去看一下 好那集跟大家提過 中興電在輕能這個領域 虎耀是供應電信基地台的 輕能備源電池為主 但是呢車用輕能的領域 其實他最近已經開始有新的進展囉 除了呢公司已經在領口 承租4000坪的土地 用來生產輕能源汽機車以外呢 公司自己也評估了啦 明年就可以陸續進入量產的階段 未來呢只要通過法規的相關認證 就會開始搶攻東南亞印度 哇開始搶市場囉 不過呢我覺得這塊營收對公司來講 是比較偏的題材啦 那其實中興電最大的看點 還是那個台電5600多億的電網標案 所以是不是要常常看 產經吸引力真的很重要 因為我還要幫各位追蹤前面的 再來最後我們看到 8996的高麗 其實這間公司 現在是目前全球的第五大 同時也是台灣最大的 熱交換器的製造廠 那最初公司 他是從金屬加工的熱處理起家 他一路把他的營業項目跨很遠 跨到金屬銅的焊接加工 焊板式熱交換器 產品呢是非常廣泛的應用在 空調啊 空油機 發電設備 還有飲料機 其實他最大的看點 09年切入全球燃料電池龍頭 也就是美國的BE公司的供應鏈 而且成為BE的主要的供應商 那目前BE的發電系統都用在 像蘋果 Walmart Google Ebay 可口可樂 這些都是全球的一線大品牌 連韓國的海力士 都在去年一口氣大手筆了 花了45億美金的訂單 所以呢 高麗 間接 自然就成為這些國際大廠的供應商 今年又受惠了BE的 氫燃料電池的出貨 這一塊是持續的衝高 所以他的業績也跟著一起標 光是11月的營收年成長 就高達61.17% 靠的就是熱能產品的出貨量 比去年同期大增1.21倍 BE這時候也確認了 我明年對供應鏈增加4成的拉貨量 所以除了燃料電池以外 高麗的第二大的看點 沒想到他還有第二大看點 大家一定想不到 就是呢 原來 你看歐洲其實都受到俄烏戰爭的影響 各國都在想辦法要擺脫俄羅斯的天然氣 還要兼顧碳中和的環保概念 那這個部分最大的焦點 其實就落在了 歐洲建築裡面的取暖系統 那過去其實歐洲非常習慣燃燒 像天然氣鍋爐啊 或是空調系統 來溫暖整個建築 但是呢 現在政策目標 要降低天然氣的用量 熱棒式的暖房設備就成為 目前最佳的替代方案 那也因為 熱棒式的設備排碳量 它只有天然氣的一半 所以你可以看到 歐盟現在也制定好政策了 要求所有的新建築 必須有熱棒式熱水器的設計 所以高麗的董事長 韓董他在11月的法說上就表示 預估未來三年 我們歐洲熱棒式的需求 會高達3000萬台 會帶動全球供應鏈龐大的商機 又看到日本的Penasonic收繳很快 今年10月 大手一揮加碼了500億的日元 就是要提高自家相關產品 6倍的產能 高麗呢 目前也已經接到 歐洲第二大熱棒供應商的訂單 我相信啦 這塊營收對高麗的貢獻 應該是蠻大的 那展望明年 反而認為呢 公司在燃料電池 還有熱棒式暖房設備的 兩大產品帶動下呢 其實每股的EPS 會大幅成長5成以上 這個資訊 我就分享給大家 持續的追蹤跟觀察囉 好啦 這集的內容比較多 大概跟大家聊到這裡 所以呢 重點我還是幫大家整理 第一點就是 碳中和的趨勢 其實會持續啦 引導接下來的產業發展 所以明年在AFC 穩壓備源 除能系統 還有氫燃料電池的相關供應鏈 是非常值得大家留意的 那第二點呢 台灣在AFC的題材方面 有盛達和天宇這兩間公司 不過呢 天宇是產業的龍頭 所以大家不妨多一點時間 觀察它的動向 再來第三點 就是在氫燃料電池的領域 高麗或許比較貼近這個題目 雖然中心電 在這塊的業務成長也很快 但是在營收的貢獻上 不會像高麗這麼明顯 OK 這集的節目就聊到這裡 當然 如果好朋友們呢 有什麼意見或想法 都歡迎大家在下方留言給我 我會盡快回覆大家 那我們就下個禮拜再見 掰掰